面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是根本没有意思的 如果一个人名利都放下了 那还要那种看不见的面子做什么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举个简单例子 你如果在公司里跟经理吵架 很多同事都会看着你 师父还说 你为了这点面子 好像为大家出了一口气 跟经理再大吵一顿 接下来倒霉的一定就是你自己 这就是你要面子惹的祸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墨学分享学佛几年来的经历 2017年农历2月17日在上班 婆婆打电话告诉我 女儿发烧了 我赶紧赶回家 经过两晚一天 婆婆用各种退烧方法 女儿也还是没有退烧 2月19日 刚好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日 那时刚学佛没多久 我就有一个意念 想到观世音菩萨面前 给女儿的药经者许愿小房子 于是我点香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 一个星期给女儿的药经者 念五张小房子 求菩萨保佑 女儿的烧能够早点退 在上班之前 带女儿去给医生看一下叫放心 去之前 我抱着女儿到观世音菩萨面前 跟菩萨说 能让医生不开药最好 因为女儿出生就动过手术 体质不好 女儿一直吃药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到了诊所 医生看一下说 喉咙只是有点发炎 不用吃药 拿两个退热贴 一个贴头上 一个贴在背上 带着女儿回家 后面就去上班了 等我四点多下班回来 女儿已经退烧了 经过这件事以后 一碰到事情发生 马上就是许愿 放生 念经 量变达到质变 所求知识就灵验 心灵法门太灵验了 发生在我身上有太多灵验的事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让我能够遇到这么好的法门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网生咒是对治皮肤病的灵丹妙药 这几天 发现自己左手手背上起了好多小疙瘩 小水泡痒还痒 起初没怎么留意 后来发现有增多的迹象 师傅开示 冬至至年初三 可以念三波四十九遍到一百零八遍的 网生咒消业账 我前几天就把一波一百零八遍网生咒 昨天也念了一百零八遍 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消除左手背上皮肤的业障 今天发现 手背上的疙瘩都消下去了 师傅开示 皮肤病就是业长病 多数由杀业引起 吃过杀过的小动物 忏悔没学佛前 吃过好多海鲜和活杀的鱼 因为家里的杀业 我们家孩子都有皮肤问题 我没学佛前 手上经常长湿疹 一个脚的皮肤病 严重到鞋都穿不了 学佛才明白 杀业抱三代 祖上作恶 子孙都受抱啊 劝有缘人莫再杀生 吃活杀的海鲜 因果报应真实不虚 多行善 为子孙积德 敢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尊敬的台长师傅 及东方台师兄 各位佛友大家好 昨天上午 大约就在上午八点多 我丈夫因看似一点点的家务琐事 突然开始暴躁骂人 并且翻出陈年往事那样骂 我像以往那样 出现这样的情况 马上给丈夫念心经 因为以前一念心经 基本都有反应 丈夫会很快停止 今天我念了很多遍 也没有停止的意思 然后我就念姐姐咒 往生咒 丈夫却好像没有任何消气的反应 活长期活 那种胶着不安 让我想起事事七八二九 为了躲避丈夫的干扰 我装作躺在床上睡觉 闭眼念经七八二九 这次念到心经时不久 感觉丈夫的怒气在往下走 而且期间来到我的卧室 把我的房门给关延 我了解丈夫 她真的盛怒不止时 哪里会帮我把门关上 就是关上了门 她也会一脚踹开 吓人的因果报应啊 今天我救火是靠的心灵密码 七八二九 顺利灭火 敢观世音菩萨 敢台掌师父 如果没有心灵法门 我家的门就会被丈夫踹来踹去 老房子的门 玻璃道搬家时 都是碎裂的 如果没有心灵法门 估计此时的我 正在寒风里的街上不知去处 好好学佛念经吧 学佛念经才拯救了我自己 也拯救了家人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夏天的时候 家里进来了蚊子和苍蝇 我往外赶也赶不出去 我就念了一遍大悲咒和一遍心经 然后我就祈求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让这些蚊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因为家里人又不学佛的 避免伤到他们 等我下班回家 蚊子苍蝇都不见了 还有家里有蟑螂 我也是这样念经和祈求 蟑螂也走了不见了 真的好神奇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国王他很喜欢打猎 他的宰箱呢 跟他呢去微服私房 去微服就穿着普通的衣服 宰箱呢 最最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呢 他就是说一切这都是最好的安排 实际上他指的事都是缘分菩萨的安排 有一天国王到森林里要去打猎 一箭射倒了一只花豹 国王下马检释花豹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花豹没有死 他使出最后的力气扑向国王 把国王的手指的小指咬掉一截 国王叫宰相来饮酒解闷 谁知道这个宰相却微笑着说 大王啊 看开一点吧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听了非常的愤怒 宰相 如果我把你关进监狱 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吗 宰相微笑着说 如果是这样 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大怒 来人啊 把他跟我押入监狱 一个月之后 国王养好了伤 独自出游 他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 突然从山上冲下来一对土著人 把他五花大绑地压回了部落 山上的原始部落 有一个习惯 在每到月圆时分 就会下山去寻找祭奠满月女神的牺牲品 就是供养品 他们土著人一看这个国王穿得很漂亮 就准备将国王烧死 然后祭奠给满月女神 正当国王绝望的时候 有一个祭司突然大惊思设的说 他发现国王的小手指少掉一截 是个不完美的祭品 收到这样的祭品 满月女神会发怒 于是土著人就将国王放了 国王大喜若狂 回宫后叫人释放宰相 白酒宴请 国王向宰相敬酒说 嗯 看来你说的一点不错 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一口 我今天连命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 国王突然想到了什么 就问宰相 咦 宰相 可是你无缘无故的 在监狱里登了一个多月 那你又怎么说呢 宰相 满条斯里的喝下一口酒说 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 那么陪伴您私地出榜的一定是我 当土著人发现 当土著人发现国王你不适合做祭奠的时候 那不起轮到我了吗 国王哈哈大笑地说 嗯果然没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就叫缘分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遇到不如一的事情 这一切不要去埋怨 不要去说 因为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不要懊恼 不要沮丧 也不要只看在意识 我们有一个佛友 腰背车撞伤了 结果他一直的念经 他没有埋怨 结果到医院里 全身检查的时候 查出来 他的肾脏有癌细胞癌症 结果一起做手术的时候 把他这个病也割除了 也是因祸得福 所以人间的一切 不要用你的眼光看 想一想 这一切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最好的安排 把眼光要放得远一点 我们学博人 不要学会悲哀和埋怨 我们更不要怨天尤人 这个世界上 有因就有果 我们今天所长寿的一切果报 一定是我们过去生 或者今生造下的因啊 所以永远要相信菩萨安排 我们要相信因果 懂因果 相信因果 能够改变因果的人 那就叫解脱之人啊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我像就是自私样 未争人间一面子 左也想来 右也思 思来想去 太自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 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